好,大家好,我是霜 本期要我留置介绍的角色是 有一个严重退夫癖的男人 朱比亚的真命天子 葛瑞福尔巴斯塔 葛瑞是魔导师公为妖精的尾巴的 冰姿造型魔导师 他有一头黑色的短发 长了一对下垂眼 就前的项链挂是叫做Riff的石头 最后是从路边小摊随便买来的 碰起了Riff名为圣石小子 是曾导老师的另一个作品 是比亚伟更早就年载的作品 我甚至还真的没看过呢 但后面的Aiden肌肉我是有在追就是了 葛瑞的文章在他的左胸口上 由于他使用的是冰姿造型魔法 加上年幼时期被师傅侮辱 说要用肉体去感受自然间的冰姿气息 慢慢的将裸身这个事情 造就了他个人都有的坏习惯 变成了一位有着严重退夫怪癖的男人 他经常会不知觉就裸着半身 被他人说自己是暴露筐 裸着半身的他也就意味着 会展现出他的结实的肌肉 以及健美的身材 就是给我当年看这位角色有很大的印象点 同时也吸引了我身边的五四个女性友人 他的性格在最强小队里面 属于是阿莎一样的智慧派 在战斗中都会冷静的分析对方 并且做出理智和的判断来行动 虽然说有时候也就是一些奇怪的事情就是了 所谓冰火不相容 葛瑞和同工会的纳子 从小就一直是冤家陆宅的感觉 一见面总是可以吵起架来 并且开始大打出手 但实际上两个人是一对好基友 属于是私底下关心着对方 偏把对方当时竞争对手 而两人最惧怕的人也就是我最爱的女主 艾尔莎 你又是觉得他们常会和艾尔莎单挑 但基本上都没赢过就是了 所以把艾尔莎当时是他们的弱点 在艾尔莎在场的时候 两人总是搬成最好的朋友 其实在纳兹还没加入工会的时候 他已经开始对艾尔莎有兴趣 实际上就找艾尔莎挑战 之后有一次他就去找艾尔莎挑战时 有一间发现他在独自哭泣而碾红了起来 因为此机会慢慢的和艾尔莎清静了 对于他和露西的关心 我们从六魔将军片得知 在双子座接迷你变成了葛雷口中突出 葛雷对于露西有一点的好感度 这也是曾大老师一开始想要组的CP组合贿赂 但没想到杀出了一个陈咬金 也就是朱比亚 受到大量人气的家师的朱比亚 慢慢的和葛雷组成另一个CP 朱比亚处于主动性 而葛雷处于被动性 朱比亚想和葛雷有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 他却一直不领情绝古朱比亚的各种好意 直到冥府这么偏后才有好转 葛雷所使用的魔法为兵制造型魔法 可以透过想象力的创造力 去造成出各种静态的兵来进攻对方或者防御 是一个相当优美且华丽的魔法 他跟随着乌鲁的教导 会使用双手来造型兵 则兵的造型得以稳定 因为是使用造型魔法 所以他的想象力的创造力是相当的优秀 所以可以快速的造型出来想要的形体 也有时期的葛雷因为恶魔戴利欧拉的缘故 造成自己的城镇被破坏以及父母双亡 但好路过的乌鲁便收养了他 为了能够变强去报仇 他跟随着乌鲁开始学习起并制造型魔法 那时候的他也认识了乌鲁的另一个徒弟利欧 属于是他的师兄 他再次提到戴利欧拉在附近的城镇时 被愤怒冲上了头脑的他 想要去杀掉戴利欧拉来帮父母报仇 不听从乌鲁的教训而独自一人发起了进攻 不是戴利欧拉的对手 使自己和利欧泄入了危险之中 而这时的乌鲁站了出来 为了能够保护最爱的两个徒弟 牺牲了自己的性命 使出绝对兵结把戴利欧拉给封印了起来 这也导致他利欧由于乌鲁的死亡 不同的理念而分道扬镳了 最后葛雷按照乌鲁的建议 前往了西方的国家 最后加入了妖精的尾巴工会 在工会内葛雷与纳兹埃尔萨路西 是人组成的最强小队去前往执行任务 第一个罗便是在铁资深篇 这也是他首次的作品内史书魔法的篇章 经文则便击败了铁资的喀加亚马 不也在大家的努力下 把勒勒拜给阻止了 在加尔纳岛片中 纳斯德人没破的批准 便接了一个S级任务 便前往加尔纳岛去执行 葛雷变自告 非常的去把纳斯德人带回来 后续也一起带到了手上去 因此发现了曾经的臭敌 恶魔戴利欧拉可以遇上一般人 在藏着利用月之地来解除掉乌鲁 对戴利欧拉使用的病治封印 从这之后发现了领导人 却是当年的自己的师兄利欧 两人因此打了起来 起初至于因为利欧的话语 感到内疚以及罪恶感 认为是自己任性的关系 才使得乌鲁为了保护自己才牺牲的 之后葛雷抱起了决心 再和利欧对战了起来 期间他透露出绝对兵节 是通过让自己变化成永久之兵 来封印这目标 所以现在的乌鲁是变成了兵 利欧却依旧死心不改 一心想要这把戴利欧拉释放 偏打倒他来证明自己已经超越了乌鲁 两师兄弟就在此打了一场激战 最后在葛雷使出冰雪 加龙炮把利欧给打败了 但此时却听到戴利欧拉的呐喊 葛雷赶到来现场后 发现戴利欧拉再次的苏醒过来 他为了能够封印眼前的背负的戴利欧拉 开始施展了绝对兵节 那则却站在他的前方说 之前不想你死才阻止你的 你还不懂我的用意吗 那则表示对于珍惜葛雷这一点 便也绝不放弃去打败眼前的戴利欧拉 要死就一起死的感觉 使得戴利欧拉的肢体 却开始慢慢的掉落下来 众人才得知他早已经死亡了 葛雷看到这一幕 想起了乌鲁 正说要封印了他自己的阴影 便对乌鲁说了一声 谢谢你 这也使得利欧放弃了这个目标 梁师兄的怨恨也在此化解掉了 在有鬼与亚尾之间的战争中 葛雷对上了朱比亚 朱比亚无意间对他一见钟情了 并且自己的魔法又是水 他的兵魔法很疲惫 使得朱比亚开始胡思乱想 但葛雷只是注重于伙伴露西而已 使得朱比亚妒忌了起来 不停用热忱忍的水来攻击他 结果他以兵欠拳打败了朱比亚 结果让朱比亚第一次见到美丽的蓝天后 他便成为了朱比亚心中的真命天子 是解开朱比亚心中阴霾的男人 后来便成为了朱比亚一系列的猛烈的追击 在热忍之塔片中 阿尔萨被小时的伙伴给捕走了 并且前往了热忍之塔 葛雷等人便一同前往过去去拯救阿尔萨 其间他对上了山羽的肖 虽然肖突出了纳兹 能够使用灭龙魔法的魔力 但他抱着想要救世阿尔萨的心情 最后以兵刃七年五 能够地打败了肖 在亚伪内战片中 葛雷上了瑞神仗的匹克斯罗 两人展开了一系列的交战 从一开始的百货公司 达到了外面的小巷中 原本两人的实力都势均力敌的 但后续在他看到附近有小女孩的情况下 分心了 而匹克斯罗看到这次的机会 而打败了他 在六魔将军片中 葛雷以及最强的小队成员 一同参与了讨伐六魔前的队伍中 他遇见了以加入设计之灵的师兄利欧 也来便一起与六魔前的丽莎 展开了激烈的交战 才能去击败丽莎 但因为丽莎惊人的速度 使得两人都被碾压了 这时利欧以自己的分析 得出了丽莎的弱点 并也告诉了葛雷 最后葛雷被利欧拼在了一个地方 做一场好戏给丽莎看 最后葛雷以超级兵截剑 击败了丽莎而获得战斗者胜利 这也是少数在作品内 两人合作一起去打败敌人的 最后葛雷和众人一起 同时破坏了涅槃的魔水晶 在一多大事片中 葛雷对上了王国的第四魔战部队队长一颗玻璃 给人展开了激战 就在交战之中 把龙所炮的钥匙给弄碎了 他凭着自己是兵之造型魔导师 把钥匙以兵的姿态再现了出来 在新生级考试片中 他被马卡洛胡龙的骑士力 得以参加这一届的考试 便选择洛基作为搭档 在第一阶段的考试中 他们遇上了梅斯特和梅迪的组合 轻易的把梅斯特给打败 以及使用酸霉碾去袭击问题 才成功的打败了 只有在阿姆的心脏来袭时 他无意间发现了乌鲁提亚 一直把他认为了自己的师父乌鲁 后来他被乌鲁提亚给发现了 乌鲁提亚解释自己是乌鲁的亲生女儿 从乌鲁提亚的口中 都知道一件关于乌鲁当年的事情 也就是为了要打败哈迪斯 才去解决对兵节的 所以希望他可以打败哈迪斯 来帮乌鲁报仇 但他全部这么认为 使破了乌鲁提亚的正面目 最后的差点是在他手上的朱比亚 之后他命令朱比亚去追梅耶帝以及杰夫 而开始了乌鲁提亚讲了一场激战 乌鲁提亚以事件自乎的能力 把他所造成的兵给消掉了 乌鲁提亚还表示 为了要杀死母亲乌鲁 才学习盖魔法的 可怜便想起当年的乌鲁 很常躲在房内 拿着一个小裙子 独自一人的在哭泣着 得知其乌鲁都一直忘不了女儿 虽然他和利欧也只是把自己的思念 转达到他们的身上而已 但依旧忘不了爱乌鲁提亚的思念 而这份思念也跟随乌鲁的死亡 永远都传达不到了 独人便为了能够帮乌鲁出一口气 去教训免贤的乌鲁提亚 以自己的血液作为兵人 使出兵人七年五去击败乌鲁提亚 结果两人因为斟酌掉落了海中 使得乌鲁提亚从海中感到乌鲁之前的回忆 被其感化了自己 使得自己也没有了战斗意识 结果被他给打败了 之后葛瑞和纳兹人 前往和阿蒂斯的一战中 在参加者的努力下 截破了哈蒂斯的心脏 使他们最后成功的打败了哈蒂斯 之后遇上了黑龙的袭击 使得自己以及药维众人 持续长达七年的时光 过了七年间 他药维众人被眉笔子解除了封印 而回到妖精的尾巴 便得知了大魔斗烟武的比赛 原本想在三个月的海边修行 来补足七年之间失去的实力 但也委屈了一趟心灵界 而再次失去了时间 之后遇见了七年后的乌鲁提亚 绝拉和一级梅尔蒂 被请求挑战大魔斗烟武中 奇怪的魔力作为补偿 乌鲁提亚协助了大家 来决心的第二魔法源 使得魔力大夫的提升 在大魔斗烟武片中 格雷被选为邀请尾巴A队的参赛者 参与了第一场比赛 隐秘 期间一直被戴尾巴的纳路 处处针对 却被剑咬之乎的路法师 以华丽的追踪魔法给击中 而取得了最后一名 之后他参加了最后一天的比赛 急着这梅比斯给的攻略 在独书馆内遇上了路法师 也能变展开了一场激战 这一开始的他被路法师的记忆造型魔法 破碎掉自己的魔法 随便碾压的状态下 但依旧不轻易放弃 最终以快速以及复杂的造型魔法 使得路法师没办法在短时间内 记住该魔法 才赢得了这场艰难的战斗 之后他和朱比亚对上了 蛇吉之灵的利欧以及谢利亚 原本双方都打得旗鼓相当 但他看传的对方 却了最关键的合作精神 最后便和朱比亚一同融合魔力 使出合体魔法 兵嵌拳与水流圣霞 打败了他们 在《龙王纪》片中 当朱比亚即将被小型龙怪的光束击中时 格瑞自己的身体挡在了朱比亚的面前 他被吴斯科的光束击中 偏被击中了头部 当场死亡了 后来乌鲁提亚以自己的性命使出了时间之后的经济魔法 中焰之石 坏了世界的一分钟 而就是这一分钟 使得格瑞意识到即将被杀死的未来 而脱离了死亡的预告 最后在离开库洛卡斯时 格瑞在马车上看到了变成老婆婆的乌鲁提亚 在想起当时自己被小型龙怪杀死的一幕 那位乌鲁提亚牺牲了自己去救回他 他感到悲痛万分 想到乌鲁提亚两母女在他们的生命中出现 却都因为救了他而牺牲了各自的性命 使得自己哭泣了起来 在云创激情日式心灵片中 格瑞在门的另一边遇上了日式版的巨蟹座凯莎 凯莎便邀请他来一场无忌切磋 结果他不愿意放下尊严让自己的身体动起来 只要凯莎砍断了他的羞耻心 使得他仿佛感受到另一个世界 释放了无数个不同的自己 并开始跳起舞步来 两人变在无数个无忌比赛中复得与对方竞争 其间凯莎还被他的武器给吸引而爱上了他 最后他成功的把凯莎给打败了 在对决结结束没多久 在另一番的朱比亚 以自己的格瑞雷达感受到 好像错过了完全不一样的格瑞 感到有点可惜 只能说朱比亚的格瑞雷达真的很强 在太阳之村片中 格瑞以及众人前来续解开太阳之村被冰冻的任务 但却无意间变小了 之后发觉有一位敌人 名为德利亚泰能够使用退化之法 让他们变成小孩子的心态 他便和德利亚泰展开了激战 在战斗期间 发现到对方会受到村里的兵的伤害 便尝试利用该兵来进攻对方 最后成功的打败了德利亚泰 之后他也用同样的办法 来解除掉永恒之间的冻结 或许也得知到关于 名副之门的存在以及EMD的情报 在名副之门片中 他就像了与父亲长得一模一样的恶魔银 银自称自己是戴利欧拉 而这个身体就在父亲的尸体那边 找来使用的 此举动时的葛雷愤怒了起来 两人便展开了一场激战 由于银使用的是灭恶魔法 可以割出同是兵的魔法 之后他一直被碾压着 聪明的葛雷想到几个办法来对付银 造型的兵支炮台来发出无数型的瓦力去攻击 利用灭恶魔法的兵来造成出自己的形态来攻击 之后他还使用了绝对兵结来消互银 就以魔王的千玩家来打败了银 此时葛雷已经发觉到 眼镜的银不是所谓的戴利欧拉 而正是他的亲生父亲赢福尔巴斯塔 赢便到处他目前的状况 他被酒鬼们祭祀用来当作实验品 同时按摩的妖灭恶魔来为家人报仇 大家看到葛雷依旧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便决定搅拌成戴利欧拉来让葛雷杀死了自己 去帮助葛雷解开心中的那个恶魔 你一直要求葛雷可以就地将他杀死 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不对的 是葛雷的敌人 尽管自己是葛雷的亲生父亲 但葛雷依旧疑心不忍不愿意下手 即使面前的淫犯了很多的错事 但依旧是他的亲生父亲 是养了自己长大的老爸 然后就这样满怀着情感抱在了一起 您可以看到眼前的儿子葛雷 可以长长到这一个地步 在心中感到欣慰以及骄傲 后来在朱比亚打败了祭祀的那一瞬间 银慢慢的消在大气之中 却把妙魔法记得给了葛雷 希望葛雷能够借此打败了颜值恶魔 在此他也下定决心一定会把老爸拓给他的使命 完成到底去打败颜值恶魔 在酒鬼们暴风雨使用自杀行为来释放出魔障粒子 去攻击已经上海链链的迦记录时 其实出现了他使用了灭恶魔法 瞬间把周围的魔障粒子给冰冻了起来 驱救了迦记录 最后他与纳斯一起对抗了冥王马拉多吉尔 他的灭恶魔法对冥王记得了特攻的效果 所以冥王才认真了起来使出了艾特利亚斯的形态 两人被一同合力去迎击冥王 期间冥王使出了奥义 使自己来攻击纳斯的葛雷 他被葛雷的伴神恶魔化给抵达了攻击 就在葛雷和纳斯的合力下打败了冥王 在自己击败着银以及母亲时 得到朱比亚尖尖杀死了银 但依旧不责怪朱比亚 配对朱比亚说一声谢谢 可以让银得以安详的离开这个世界 同时规矩于朱比亚 让朱比亚做出这个罪恶感的行动 在《药尾解散》片中 葛雷和葛雷的朱比亚 共产了半年的隐居生活 只要有一天 真正的纹神骂着从右手上到右脸上 才得知需要十年去锻炼 没有魔法的能力 而找到了波六西嘎婆婆 得到他的帮助下成功了压抑住 便得以控他的生长 补充一个和未来罗格有关的点 在未来罗格的那个平行世界中 由于龙王纪的关系 史上无数 只得学习到没有魔法的葛雷 没办法控制好 便杀死了罗格的猫咪 弗若修 间接导致罗格也黑化了 但辛亏在现在的世界 并没有发生如此的事件 虽然说葛雷还是对弗若修一见钟情了 说完正题 期间 因为阿尔萨的要求 夏离开了朱比亚半年 而且往了黑魔术教团 以成员的身份 交由来做卧底 在纳兹等人找上了门来后 揭开自己作为卧底的身份 只有和纳兹等人粉碎了黑魔术教团后 提起了工会众人 再次充电了妖心的尾巴 在最终章片中 在战争还没开始之前 葛雷答应了朱比亚 等目前的事情结束后 会真的和朱比亚 在他们两之间的事情 这里的葛雷的行为 我觉得挺软的 至少给了朱比亚一个心理准备了 在战场上 葛雷和利欧面对着 油之害的历史战 出来的师父侮辱 而下不了手 也有表示 没办法赢面前的侮辱 但葛雷却表示 面前的人不是真正的侮辱 乌鲁已经被他给害死了 并且自己已经经历过 无数个事件 慢慢的走了出来 便鼓励着利友一起前进 走向未来的一步路 也然变鼓起勇气 以兵魔 灵芝太刀 和兵刃 百鸟之意 打败了乌鲁 也就意味着 告别了过去 之后葛雷和朱比亚 被射顿之一的 因贝尔使用兵锁给控制住 则双方被迫 互相铲杀 直到其中一方死亡为止 葛雷不想伤害眼前的朱比亚 想要保护朱比亚 便想要致敬来阻止自己 但没想到的是 朱比亚也有同样的想法 使得两人都因此倒了下来 但他发觉自己并没有因此失去 才知道朱比亚为了自己 如果有一天发生了意外的话 偷学了输血魔法 帮他输血来救活了自己 葛雷感到悲痛万分 自己又再次的伤害了身边的人 为何自己不珍视着朱比亚对他的爱 希望朱比亚可以再次的苏醒了过来 他一切已经太迟了 他被以暴怒的心情找到了英贝尔 偏恨的做了英贝尔一顿 从一部人的口中得知 言之恶魔一言之的真实身份为纳兹 他被以自己的使命找到的同事 失去了挚爱的纳兹 连来便展开了激烈的交战 就在两人的攻击 即将命中对方时 推着得阿尔萨 以双手挡在了两人的之间 问道 为了伙伴之间要互相打斗呢 他便想起当年小时候的点点滴滴 便想起曾经答应过自己 不应该让阿尔萨在这的哭泣了 这使得自己慢慢的冷静下来 便也被阿尔萨申请的遗报给感化了 之后他赶回了妖精的尾巴公会 想以消失 绝对并且来打倒杰尔夫 但在这被纳兹阻止 纳兹表示不想失去葛瑞 便和杰尔夫开始了对决 就在杰尔夫 信任了梅笔十三的妖精的心脏 获得了可以控制空间以及时间的魔力 使纳兹瞬间被打败了 而获得END之术的露西未然能够救纳兹 不顾自己的性命 强制修改了END之术 使得纳兹复活了起来 但这也使得 露西被输用的恶魔之力给折磨 可怜便使用灭恶魔法 把恶魔之力从露西的身上消除掉了 最后纳兹以轻感的火焰成功地打败了杰夫 在最后的黑龙袭击下 他以及众人设法让黑龙掉到船上 遍及全大陆魔导师的魔力 莱斯坦妖精之球来封印黑龙 以在时间缝隙里的灭龙魔导师的帮助下 就用打败了黑龙而获得最后的胜利 在一年后的派对上 格雷抱着害羞的心情 正向朱比亚提起 他的身体在未来可能是自己的所有物 希望朱比亚可以好好的对待自己 不留下任何的伤痕 这属于是格雷正面回应了朱比亚这一段感情 在后面的百年任务中 两人也顺理成长的成为了情侣关系 在视频的最后 按照惯例 我来细聊一下格雷这个角色吧 格雷作品内的男二角色 可以说是相当的有美丽及帅气担当 而这样的格雷一生中遇到了三个女人 分别是乌鲁、乌鲁提亚以及朱比亚 而他的成长故事就是围绕着他们来进行的 从乌鲁的身上 他获得了勇气、正面的信念 为他人付出的人 是影响格雷最深的女人 因为有乌鲁这份恩情 他就随了徘徊在迷途之中的乌鲁提亚 使得乌鲁提亚得以洗白 而乌鲁提亚后续做出了牺牲自己 救了全世界的行动 而他也被这一个举动给再次拯救了 最后得则是朱比亚 一位生亚着格雷的女人 当朱比亚为了格雷 欠自己的性命来救心爱的自己 格雷的心属世真的很痛 我可以想象到他的一生有三位女人 都是为了他而牺牲了自己 其实原本就是理性的他 在这里也彻底的爆发了 当心怀在郑导老师的加持下 把朱比亚给救了回来 不然格雷可能就这样一直黑暗下去了 格雷事后也正面表达了他对主别人的感情 所谓有情人终身眷属 总结一下 这三位女人是直接影响了格雷一生 让格雷冲突增长到一位枪弹可奥的男人 这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有其他看法的朋友 可以方便在留言区分享看看吧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 请让自己视频的朋友 请务必帮我点个免费的赞 你们的支持是我更新的动力 我是叔好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